YDM智慧禪 真正的朋友不是靠权势钱财利益结交 而是因相知相视慈悲相待 真心相交永远相伴 妈祖慈悲 妈祖慈悲大家好 并说义德玛子是以我们的诸位餐饮室 真正的朋友 听完这个餐饮 顾问的人想到 我在很多企业在福岛 很多老板 如何去开拓新客户 去经营客户 经营所谓的忠诚的客户 就是告诉他们 在全世界我们在开拓国外的客户 你必须有一个观念 就是要跟他建立起 partner的关系 也就是结交真正的一个朋友 要以真诚的心来交全世界的朋友 你在每个国家都交上几个诸心的朋友 那你的生意都做不完 在行销画面有140个效应 也就是说有一个人说你好 就会把你推荐给140个朋友 这种效应 所以我们只要能结交真正的朋友 我们的业务就可以开拓得非常好 尤其在国际贸易 所以我们不要以做生意 用钱财交易 利益来交朋友 我们是要用相知相识 然后帮对方解决问题 帮对方离苦得乐 慈悲的互相对待 来交朋友 当我们可以解决客户的问题 来帮助他赚大钱 来帮助他花长 解决他的痛苦 他的问题的时候 然后我们用心去真正了解 客户这个产业 这个行业 那知道他在想什么 要什么 用真心的相交 那我们就可以变成永远的partner 永远的朋友 就会变成好朋友 所以我教他们在行销业务上面 要注定 以结交 真心的partner 永远的朋友 为主要的一个原则 来经营这个业务 都是无往不利 所以当国外的朋友 有来到台湾 我们都会是准备 他对我们的公司的了解 或产品的了解 所需要的一些知识 需求 我们都是满足他 同时呢 我们也知道 他对台湾 会有很多的好奇 演讲去看看台湾 所以我们也安排 他去台湾几个名胜古迹 了解台湾的文化 习俗 然后赠送他 有特色的台湾的特产 真心的表达 我们呢 对他的热烈的欢迎 想跟他结交成 一辈子的好朋友 所以我们呢 去聆听 他们的故事 他们的国家 的一些特色 他们文化的一些 优美的地方 一种特色 那彼此呢 相知相似 然后真心的相待 那彼此呢 替对方着想 就是十倍 所以我们要结交 永远的真心的朋友 真正的朋友 我们的业务 就做得很好 所以我们的公司的业务的 一个诉求对象 就是成为客户 最可靠永远的partner 伙伴 为诉求 所以在业务行交方面 都可以结交到 很忠诚的朋友 真心的朋友 当然最后 变成我们公司 一辈子永远 忠诚的顾客 所以人生路上 做朋友 交朋友 的一个原则 也是一样 真心的相待 那真心的相待 来自于相知 相似 真的是了解对方的需求 了解对方的痛 了解对方的悲 了解对方的喜 也了解对方的乐 永远 永远都当真心的朋友 永远在他身边 永远放着他 交朋友 要有这种心 你就可以永远 永远 有个忠诚的partner 我们把它应用在 企业 业务上的推广 同时永远在 人生中 找寻 朋友 永远的伴 永远要 慈悲 以慈悲的心 对待 所有人 然后 觉得这位 朋友 可以深交 那来因为 是来自于 相知 相似 用心 去了解对方 然后 真心的相交 就可以永远的相伴 走完人生的路 我想马子 这个短短的一个禅语 告诉我们 如何去结交 真正的朋友 要相知 相识 而且要慈悲 相待 帮对方 以苦 得乐 用真诚的心 来往来 不要虚伪 不要作假 不要因为 讨好 对方 获得利益 来结交 这个都是 短期 没有意义 只是 暂时的 用 利用 不会持久 称不上 朋友 以上呢 是顾问的 感知 跟心得 跟大家一起 分享 尤其在企业界 奉劝从事企业 业务 做生意的人 永远 要把顾客 当成 一辈子 忠诚的 partner 来相待 感谢大家 谢谢大家 马子 慈悲 感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